應該怎樣走呢? 余老師 我想其實在這裡大家重心 就是國民教育的推行內容 我覺得來講回歸十六年了 就是說國民教育這件事 推給學生是應該的 但是最重要就是內容 我覺得就是不要偏頗 現在大家爭量就是這個教材 其實我覺得坊間其實也有更加多的教材 我們老師可以去找去參考 但是如果大家還覺得不足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將政府教育局 將這個國民教育 判給一些大學社福機構 因為他們有一些專家前線 這本這麼多的教材都是大學寫的? 這本教材都是大學寫的? 人有很多種的 不是說等於大學的教授是一個 他都有很多不同意見 就算我跟我說 譬如說就算我們老師從事國民教育 有些可以持平 有些會改完他的稿 我們就是要去認識這件事 多角度去思考 所以為什麼你不可以讓我趕過去呢? 我還沒說完 另外還有 我先說到這裡 我希望現在經常講內容的問題 只要找一些持平 甚至黃主席 我們到時候教會委員會 你過來一起去參與這個國民教育 我覺得是讓當當思考的人去做 好,謝謝 我想回應一點 鎮大那本的教材是教局給錢 出錢去資助的 好 教育局去推人國民教育科 他用錢去搞這麼洗腦 這麼偏頗 說中國共產黨是進步無私團結的執政集團 這是很有問題 我現在是要求教育局 學民思潮現在是要求 吳克劍在9月前撤回這個 由共產黨黨員親自承認編寫的國民教育科 3%的老師去有信心推人國民教育科 顯示了這一科的課程是完全不足 是完全沒有經過社會的廣泛討論 9月前必須撤回 還有余老師有報導指出 你有機會在9月參選教育界的 立法會功能組別的立法會 你必須去交代立場 那我想你先看清楚 如果我真的有報名的 你先跟我說好嗎 好 另外兩位哪位有興趣先 余老師或吳老師先 我希望老師不要拍桌罵我 大家在論壇互相尊重 我不是拍桌罵你 不過因為你將一些不是事實的 我們在這裡先停一停 你說有傳聞而已 但我這個人坐在這裡 主席也說 好 停一停 吳老師 吳美蘭老師 吳美蘭老師請發言 就不要跟學生吵架了 吳美蘭老師 好老實 這一個課程指引呢 我就全部看完 那專責委員會裏面呢 其實真的有幾多 是叫做學校老師呢 那專責委員會裏面 我告訴你 有整六個全部都是校長來的 為什麽不加多些 一些是可能 真是中學實戰的老師的代表呢 好 另外一樣東西 香港政府教育局 放了很多錢下去 現在今年的八月開始 中小學都有五十三萬 好了 那就是 很老實 我都建議它延遲 給多一年我們空間去討論 但如果最後 真是不可以延遲這個發展期的話 我想說一句說話 我很希望香港的老師 你要有良心 好 謝謝 袁老師 大概一分鐘左右的時間 請發 我想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第一 這本審